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都在刷这些 刷存在感 刷架子感 我要做出一份事业来 我要去成佛 我要去修行 就叫干革命来了 我要去做什么什么 这个时候你一看那个劲 红尘的所有的那种名利 都在那儿举着了 就是那种我要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成为什么 那个气 然后我说 哎呀 这些百日足迹 是吧 老师老做这些太没成就感了 你看一天就24个小时 我30岁啊 我多年轻 我是干革命的时候 你给我的活干嘛 我说没有活啊 真的 他会写着 他就说生命没有意义了 因为大家虽然想成佛 但成佛这件事好像 别干活别能成嘛 所以公司刚回来的 大家吃吃回来 呜呜呜呜呜那个气 我说呜呜呜呜呈 在呈的过程中 说好无聊喔 哎呀 lequel是 好像休闲比啥也累呀 这比爱卿啊 做那个什么生意累多啦 这坐店上 做三个小时累死了 这不听着音乐能做吗 刚开始就做不了三个小时嘛 音乐三个小时 他就 反正要听完这个音乐 他没办法就要听 听着音乐 这不是给他个助缘嘛 哎呀 坐着那个date啊 是跟自己欲望 这斗争 什么欲望 就是想成为个啥 然后觉得坐在坐地的时候 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知道吧 他觉得他一定要今天 哪怕创造出个苹果 因为优秀的人都是 我今天有价值 我是在世俗法就是 我要创造这个苹果 我才有价值 他不会那样想问题的 虽然大家说是学佛的 我觉得你一天坐在坐地上 啥也没干 你觉得无聊死了 你知道你不知道空性在那里 空性包含宇宙万法 一旦你回到空性 是吧 果跟种子是一起 就是说现在咱不学那些境界 说起来就像神话 是吧 当你回到空性的那一刻 你真的是戒心 就算你还世上 理上没圆满 没圆 大家叫空觉极圆 没到圆正佛国那一刻 你已经开始进入空定状态 最起码你能进入空定状态 你知道你身心那种力量 无穷无尽 空定导致你那种没有恐惧 不会对生命 对生死心无挂 就是你不是说怕死 你有觉受的 你会有觉受的 但是你没有心无挂 无有恐惧 这随着空定就可以产生 如果你没有恐惧 你知道没有恐惧 你心无挂 你知道你的心多有力量吗 那种力量强大到你不可想象 知道吧 所以那种力量在那 比你创造成就感跟价值感 你创造这个苹果你也恐惧 明天我创造不出来怎么办 你一直活在担心 你为什么要有刷存在感 刷成就感 刷价值感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太渺小了 知道吧 一不小心被世界淘汰了 你要存在感 你要成就感 显得自己在吗 在吗 要被认可 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 一不小心就 就像个虫子渺小的 就被人忽略了 一不虫子出 这个世界就消失了 而且当你消失的时候 这个世界说 你太渺小了 这个世界少一个人 多一个人没什么 人家没人记得你 多感伤 多伤感啊 这种话 是吧 多伤心啊 没人记得我 我悄悄地死去了 悄悄地像一个 飞蛾一样的就灭了 一百年不就这样 这个世界多少风流人物 那么伟大的人物 也悄悄地灭了 你们记住的是 他轰轰烈烈的事业 他死的时候 在哪死呢 你知道吗 所有的伟大的人物 死的时候很孤独 没有那么轰轰烈烈 他一个人咽得气啊 没人帮他咽啊 知道吧 有的在医院里 有的连医院门 一个很小的烂房子里 或者是一个房子里 焦焦地 睡在一个破窗上 或者一个床上 然后头一歪就没了 就那么简单 这个事业可以一辈子 很轰轰烈烈 轰轰烈烈烈 在他活着的时候 好像他干成全世界 别人干不了的事 死的时候 他静静地一个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会想啥吗 但是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举个例子 我是举个例子 我就说你在幻境里 知道吧 我们在活着幻境 所以我们在 我们恐惧 你知道吧 所以心经理别说 没有颠倒梦想 我有恐惧 远离恐 颠倒梦想 我有恐怖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